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看看转换精度 在AD转换器中 转换精度通常用分辨率和转换误差来描述 分辨率是指引起输出二精子数字量最低位 LSB变化一个数码时输入模拟量的最小变化量 小于这个变化量的输入模拟电压 将不会引起输出数字量的变化 也就是说分辨率实际上是反映了AD转换器 所能分辨的输入模拟量的最小值 从理论上讲 N位二精子输出的AD转换器 能区分二的N字方个输入模拟电压信号的不同等级 能区分输入电压的最小值 为满两层输入的2的N字方分之一 所以AD转换器的分辨率 也可以用输出数字量的位数来表示 例如当输入电压的最大值为5伏时 输出为八位二精子数的AD转换器 可以分辨的最小输入电压为5伏除以2的8字方 等于19.53毫伏 而10位的AD转换器 可以分辨的最小输入电压为5伏除以2的10字方 等于4.88毫伏 因此 在最大输入电压一定时 输出位数越多 分辨率就越高 下面来看一个例题 已知八位AD转换器的基准电压 VRF等于5.12伏 求当输入VI等于3.8伏时输出的二精子数字量 因为AD转换器的基准电压 VRF就是输入信号的最大值 8位AD转换器的分辨率为 Delta等于VImax除以2的8次方 等于VRF除以2的8次方 就等于0.02伏 当输入VI等于3.8伏时 数字量为VI除以Delta 等于3.8伏除以0.02伏 等于10进制数 190 其二进制数为 1011 1110 转换误差 通常以输出误差最大值的形式给出 它表示 实际输出数字量 和理论上应该输出的数字量之间的差别 一般用最低有效位 LSB的倍数来表示 例如 给出转换误差 小于正负1 2分之1个LSB 这就表明 转换器 实际输出数字量 和理论上应该输出的数字量之差 小于最低有效位的一半 有时 也用满量层输出的百分数来表示转换误差 例如 AD转换器的输出为三位半BCD码时 如果它输出满量层1990 最大输出误差小于最低位的1 则其转换误差 就可以用 0.05倍的FSR表示 其计算过程 其计算过程如下 同理 如果输出为四右五分之四位的BCD码 它输出满量层 499090 最大输出误差小于最低位的1 其转换误差就表示为 0.002FSR 即万分之0.2 下面再来看看转换时间 转换时间是指 AD转换器完成一次 完整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 也就是说 从节道转换启动信号开始 到输出单 得到稳定的数字量 所经过的时间 AD转换器的转换时间 主要取决于转换电路的类型 不同类型的转换器 其转换速度相差较大 其中 并行比较 AD转换器的转换速度最快 仅需要几十个纳秒的时间 逐次比较转换器 转换时间在几十个微秒 而双击分式 AD转换器的速度最慢 需要几百个毫秒 另外 对于各种AD转换器而言 比较转换器的 响应时间 运放的带宽 时钟频率 输出位数 输出方式 等因素 对转换时间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实际应用中 如何选用集成AD转换器呢 应从数字系统数据总线的位数 精度要求 输入模拟信号范围 及输入信号的急性 输出数字量的编码 等方面综合考虑 好 有关AD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就学习到这里 再见